盖马三锤 印子技巧出神入化 今天带来的是第十二锤 横中炮 黑上马 红跳马 出狙 出狙 黑马二进三 红拱七兵 黑挺七足 红炮八平七 这里飞向的走法已经讲完了 黑骑第二个主流走法是炮八进二 红跳鞭马 黑鞠一平二 红鞠九平八 黑炮二进四 红马九进七开始弃鞠飞刀 黑炮打中兵 将军 红马吃炮 黑鞠刷鞠 红马五进四 将军 要抽马上一阵黑马回窝新输了 这一局黑走势六进骨 红马踩马 黑鞠八进二 红马如果踩炮 黑鞠就吃将周双 所以红鞠直接马其进骨 黑鞠这里有几种走法 我们先看黑炮八进四分居 红马五进六 要卧槽杀 黑鞠二退八守住卧槽 红炮七进四杀足 还要打底向 黑如果飞向 红马卧槽 黑就只能居换马了 所以黑走马三退一 红炮打中足 将军 黑鞠如果走向七进五 红鞠二进一 汽车砍炮 黑美的选择 如果吃马红鞠成底就杀齐了 只能吃鞠 红前炮平四 要马挂脚伤 黑解鞠只有一步棋 鞠二退七 红马挂脚 黑电鞠 黄炮打鞠 随便黑怎么走了 红炮甩开或者进一都是绝杀 回到这里 黑鞠如果走向三进五 红前炮平二 要马挂脚杀 黑只能居八平七吃马 红炮沉底江 黑飞边向 红居二进一吃炮 黑鞠这里如果走鞠七进一桌马 红马挂脚 再马后炮 黑只能垫鞠 红马四进三 双江沙 七路鞠捉马不行 如果用二路鞠捉 红炮二平一 要进鞠杀齐 黑只能出老将 红马六退四彩鞠 黑鞠如果走鞠七平六 红就平炮打 黑鞠七退一 红炮五平四江 黑如果趁势垫 红马四进六江 黑如果进降 红居沉底江就杀齐了 黑落实 红马挂脚 黑鞠只能垫鞠了 红进居沉底江 沉压军杀 所以在这里红马后炮江的时候 黑只能进降 红马吃相 还要采鞠 黑鞠七进一桌马 红炮四平五架上中炮 黑鞠如果吃马 红居沉底江就杀齐了 只能出老将了 红居二平四江 黑如果进降 红马卧槽双江就杀了 所以黑只有垫鞠了 红杀鞠江 视之不起来 只有进降 红退一下鞠 下一步马五进三 卧槽双江 黑看得到但是结不了 好了 这几期就分享到这 喜欢的点赞关注 我们下局再见